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持司法正义 这个司法正义的角色主要是他原来是总检察长 作为一个总检察长 他曾经起诉跟处理了朴槿惠李明博 他也立查现任的总统 文在寅政府的前法务部长曹国 说他以权谋私利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作为一个独立的总统候选人 人们认为他既不是保守派 朴槿惠这些人的 也不是文在寅的英权 所以某个程度觉得他又独立 又是韩国人所想要的 没有想到他爆发了一个大丑闻 这个丑闻是什么呢 这个丑闻就是他的妻子学历造假 而另外一个候选人 这位候选人是属于文在寅派系的 叫做云熙悦 他尹熙悦本身呢 他所标举自己的 他是一个全民基本收入 也就是一个左派 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有basic income 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说 现在贫富差距里头 唯一的解决方法 他第一次提出全民基本收入 每一个人都有基本上 国家发给你多少钱 那这个是完全非常激进的 福利政策的一个大旗 他认为韩国的贫富差距太严重 聚焦的叫做分配正义 两个都是正义 一个叫司法正义 一个叫分配正义 很好笑的是 司法正义的这位人士 他的妻子学历造假 本来不肯承认 十几天之后他承认了 但是韩国人认为 你学历造假 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夫人 都是不可接受的 另外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提出来的叫做分配正义 而分配正义的这个候选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李在明 他居然牵涉什么 房地产的贪腐 他的儿子是赌博召集 韩国人说 我们的政坛真是受够了 两强对决一开始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 尹锡悦大幅度领先 但事实难料 尹锡悦的妻子被曝学历造假 外幕验保 支援党候选人李在明 李在明 这一桩桩一渐渐都是爆炸性丛闻 然而在野党候选人 임西越受创更深 以西越妻子金剑西被爆料 像汉林盛新大学 瑞一大学 水源女子大学等学校 提交的简历中有20多条经历造假 犯罪会見を行ったのは報道から10日余りが経ってからでした 尹氏は検事総長時代 文政権の奉承の妻について 子供の不正入学をめぐる私文書偽造事件の捜査で指揮を取っていました 文在寅政権の圧力に屈しない公正なイメージだっただけに 厳し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ました 而且金剑西还被踢爆 事情曝光後 他傲慢地表示 誇大精力又不是为了升学 有什么问题吧 因此坚决不认错 最後出来道歉 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错 而是为了丈夫的民调 因此即使道歉 也未能替丈夫下滑的民调失血 年明けの世論調査では尹氏の支持率が35から26%に 9ポイントも急落しました 対する与党 主に民主党のイ・ジェミョン氏 先月 弟子が違法賭博を行っていた疑惑が 報じられた数時間後に謝罪しました 実際に教育の父母の意見で 本当に謝罪と申します 随着丑闻接連爆发 原本应该是選举主軸的北韓高超因素飛弹問題 美日韓如何因应朝鮮半島局势 以及新冠第五波疫情再起等重要議題 都造変化 走向一个仿佛在比谁比较不烂的選举 最新の世論調査では 好感が持てないという人は 一市で58% 雲市では68%と 韓国メディアは 過去にない好感度の低さだと伝えているんです 若い世代の支持回復に向けて 積極的に活用するの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です E代表や陣営幹部と一緒の動画を 相次いで投稿しています さらに満員電車に乗る動画で市民目線をアピールします 10年後選人李在明 以全民基本收入等激進福利政策為號召 聚焦分配正義の同時還推出爭議政策 イジェミを選んでいるんです 那只围绕在两人身边的丑闻炸弹还没爆完 这三月大选已进入倒数 不断自放的两人民调将持不下 这次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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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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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